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一个作品 要达到上述目的 什么目的呢 建立一个从人类而出的天使天堂 我们也就会被视为被造宇宙的一个连贯的作品 并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有用的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 并将天使天堂来源的人类置于优先地位 圣爱除了让人们永远享受享有神圣祝福以外 不会有其他意图 作为达此目的的手段 圣智 有神圣的智慧 除了产生有用事物外 别无他出 以这种普遍观念 审视世界 聪颖的人 谁都能悟出宇宙有一个创造主 他的本质是爱与智慧 这一真理 他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单独事物 都是赐予我们的恩典 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赐予我们的恩典 如果看上去没有直接的恩惠 至少也有间接的恩惠 比如说那些小虫子 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直接的好处 但是必然有间接的恩典 好处 生长在大地的果实 和栖息在大地上的动物 为我们提供了食物和衣服 在我们这个世界 从王后 国王到仆人和管家的男男女女 被称为低等动物的蚕 吐出的蚕丝 制作的丝绸服饰 包装的华丽无比 教堂和王宫 用被成为低等动物的蜜蜂 产出的蜂蜡 制成的蜡烛 照耀的灯火通明 这些都堪称奇观 有些人孤立地研究 事实上某些事物的侧面 而不是把这一切 从目的经过中间手段到结果 作为一个连接起来的链条来看待 这些人无法理解宇宙 乃是唯一上帝的手笔 同样也有人认为创造的产物 并非是圣爱通过圣智发挥的作用 这两类人都无法懂得 上帝 七七居住在每个有益的事物中 这是因为这些事物背后的目的中 有它的存在 然而凡是每一个具有目的的人 都有为了达到其目的的手段方法 这是因为每一个手段的深处 都蕴藏着作为驱动和指导 它的力量目的 有些人不认为宇宙是上帝的杰作 是他的爱和智慧的家园 而认为他是自然的产物 是太阳的热和光的家园 他们向上帝关闭了他们思想的更高维度 而向魔鬼打开了思想的低维度 在此过程中 他们脱去了自己的人性 患上了兽性 他们认为人类像动物 这并不是单纯的信念 他们自己实际上也变得像动物 他们变得像狐狸一样狡猾 像狼一样凶猛 像豹子一样诈骗 像老虎那样野蛮 或者他们具有鳄鱼 蛇 狡骁 或夜鸟那样的性质 在灵界 他们从远处看上去 就像这些野兽 对邪恶的爱 使他们成了这个样子 这些不承认神的人 会被逐出教会 遭受咒诅诅咒 凡是不承认神的人 也会被逐出教会 这是因为神 就是教会的全部 因为与上帝有关的 被称为神学的教义 构成了教会 因此 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是否认与教会有关的一切 否认本身 就切断了他们 也就是说 他们把自己切断了 而不是上帝切断了他们 从教会切断的 与教会切断的人 也会与天堂切断 因为因此他们会 也会被诅咒 地上教会 利于世 上帝把我们造就成 两个世界的著名 我们的灵性部分 归属天堂 而我们的肉体部分 种植于城市 就像大地播种一样 那些否定上帝 我是无法关闭的 如果他们能做到 那就不再是人了 但是他们意志中的邪恶之爱 会用错误的思考 搅乱他们的高层知识 结果他们的知识 几乎封闭了 与信仰有关的真理 和与仁爱相关的良善 对主和教会的灵性教义 变得越来越封闭 结果是 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 失去了与天堂天使的 伙伴关系 一旦丧失了与天堂天使的伙伴关系 他们就会与地狱里的撒旦 建立伙伴关系 想撒旦所想 所有的撒旦都否认 上帝的存在 请注意 撒旦不是一个个体 在地狱里面 实际上撒旦是指的 那些低层地狱的那些魔鬼 那些邪灵们 以荒谬的观念 看待上帝和教会的灵性 教义 你看这个很奇怪的是 这个撒旦 邪灵到了灵性世界 在地狱里面 实际上他们 应该能够承认 能够见到自己 就在这个灵性世界里 但是他们仍然否认 上帝的存在 他们呢 以荒谬的观念 看待上帝和教会的 灵性教义 与世上人们 建立的伙伴关系 也是如此 就是说他们 就是这些邪灵 与世上人们 如果建立了伙伴关系 他们就会以这样的谬误 来引导人 来诱惑人 这样的人独自在家时 可以说进入了 进入了他们自己的灵性世界 他们的灵魂 被他们自身产生的邪恶 和虚假欢乐 所指引 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对上帝的想法是 他不存在 上帝只是讲坛上的一个词汇 用来约束下层阶级 遵守作为社会规矩的公正法律 只是用来吓唬人的 圣经是神职人员 宣扬上帝的根据 而这些人 认为这是神职人员 为了彰显其神圣 而编造的一本 杂乱无章和胡思乱想的文字 这些不信神的人 是怎么样看待圣经的 实践 或者教义问答 在他们看来是一本小书 一旦被年轻的人 年轻人的手翻破了 就会被扔到一边 毕竟那本书规定我们要孝敬父母 不杀人 不隐乱 不偷盗 不作为 谁不知道这些都来自民法 民法典礼们都有这些规定 是不是 他们认为教会不过是一群 没受过教育 容易受骗和懦弱的人 以为自己看到了别人 没有看到的东西 他们认为人类 包括他们自己很像动物 他们认为人和动物死后 等待的都是相同命运 或许他们对外不这么说 但内心却这么想 正如我说 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内在和一个外在的自我 他们的内在自我是真实的自我 称为他们的灵魂 我们每个人的内在自我都是真实的 都是我们的灵魂 这是死后活着的灵 灵魂就是我们肉体死了以后 肉体被抛弃了 我们的灵魂还活着 他们通过 就是表面上的道德 来实践虚伪的外在自我 会被埋葬在坟墓里 就是这个外在的肉体被埋葬在坟墓里 另外 由于他们否认上帝的存在 他们将遭到审判 请注意这个地方遭到审判 不是上帝审判 他们实际上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 遭到的这个结果 不是说上帝专门有一场审判 不是那样的 我们世上所有人 在与灵界和自己类似的人 心有灵犀一点通 就是和自己这个灵性相近的人 再聚在一起 大家彼此相见甚欢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与他们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我经常被允许看到 那些仍然活着的世人的灵魂 他能看到那些正在世上 还活着的这些人 他们的灵魂 属于灯宝都能看到 有些人的灵魂在天使的社区 有的人的灵魂 则在地狱社区 我甚至被允许花几天时间 与这些人的灵魂交流 令我惊讶的是 这些人自己还活在他们的肉身里 他们还活着呢 他们的肉体还在世界上 在物质世界还活着呢 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根本意识不到 要不学到这些知识 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 确实不能意识到 从这些经历中 我清楚地认识到 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 已经是被诅咒的人了 你要是否认上帝存在 你看不到上帝的存在 意识不到 不能从自己身边 在种种事情里面 感悟到上帝的存在 那个本身那个状态 你说你的那个灵魂啊 你存在哪里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死后他们会被 聚集到他们的同类的人那里 我们内心深处的 基本神性 是最根本的实在 我们每个人的 至内那个层次 那个部位啊 至内层 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居所 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 就是基本神性啊 所以是最根本的实在 能将内在能力彰显出来 耶和华上帝 就是这内在实在 因为我是主宰者 这个地方翻译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这个词啊 把它翻译成了个 我是主宰者的 耶和华永恒于世 颜绵不绝 它是起源 也是唯一 万物来源于它 万物归结于它 它是起点 也是终点 别无其他 他说啊 在启示录里面 他说我是阿尔法 我是奥米格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终 人不能说 它的基本真是来自他自己 因为来自他自己 则意味着先后 即时间 而时间不适用于描述 从永恒就存在的 无限基本真实 否则就意味着 另一个神也是真神 那么你的神 是来自另一个神 这是一个 好像从哲学上来讲 是一个推理的过程 或者意味着神 形成了自己 无论哪种情况 就可以 你可以推论出来 上帝并非不生不灭 或无限 这样的话 他就会被自身 或其他的神 所界定和限制 然而这是 这是完全是错误的 从上帝是内在的 根本实在 这一事实来看 上帝本身就是爱 他本身就是智慧 他本身就是生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 上帝是绝对的 万物从他而来 万物与他相连 使他们得以存在 上帝之所以是上帝 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生命 我们所有的生命 都是他从他那出来 正如主在约翰福音 五章二十六节中 所说的那样 同样在以赛亚书中 也是如此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四节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四节 二十一节 还见于何西阿书 十三章四节 上帝不仅是内在的 根本实在 而且也是一种 可以彰显的内在能力 如果不能彰显其内在实在 他就什么都不是 同样如果没有根本实在 所彰显的能力 什么也不是 什么都不是 两者不能互相离开 对物质来说也是如此 除非他有一个形式 没有形式的物质 没有任何特性和属性 而没有质量的东西 实际上等于虚无 我在这里特别谈到 基本真实和彰显能力 而不是精髓和实际彰显 因为基本真实 和精髓之间的关系 是先后的关系 彰显能力和实际表现 也是如此 这个地方的概念上有点 可能给大家有点倒 这个没有必要过度的在这 在这纠缠 之前的东西比之后的东西 更普遍 或者是他这个普遍的词 是universal 就是更为 处处都存在吧 是这个意思 更为适用于所有的事物 基本的神性实在 基本的神性实在 具有无限和永恒的属性 但神性的精髓和彰显 具有圣爱和圣智的属性 并通过他们 具有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属性 当以后涉及到他们时 我将谈论这些 讨论到这些概念的时候 他将再讨论 好 这一部分就是这些内容 现在有书给大家读 OK Thank you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 我们的学习资料中的教导 在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特别的具有挑战性 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 去理解 我发现情况就是这样 尤其是今天晚上学习的后半部分 在学习了今天晚上的教导之后 我脑海里面浮现的形象是发现 好了 让我来解释一下 想象一下 有人给你一个小木盒 或者是小的金属盒 但是那一位并没有告诉你 里边是什么 盒子的外面看起来不是很特别 而且事实上你发现打开这个盒子以后 相当困难并具有挑战性 但是当你最后打开盒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边装满了金子 和令人惊奇的珍贵的珠宝 对我来说我们礼拜三晚上的学习 都是在不断的打开这样的盒子 有的时候完全打开盒子 是很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 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惊人的东西 那就是甚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东西 那么让我们继续这样的挑战 看看在盒子里边发现更多的珍宝 先简介两件事情 一我们在学习的最近的学习讨论当中 已经看到了一个人如果不把宇宙 看成是上帝的杰作 他们的思想内在或者更高层面就会关闭 他们只是感性的思考 只相信他们能看到听到触摸品尝和闻到的东西 而现在呢 我们今天晚上的教导所做的就是进一步解开这样的问题 今天晚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教导 将我们了解这样的人的心灵 二 我们在最近的学习教材当中 也获得了关于上帝奇妙的参与一切创造的总体概念 在这里今天晚上的材料当中 使我们进一步深入这样的教导 并为我们理解反思 并且希望受到启发 开辟了新的内容 因此我对待这些评论和反思的方式 是希望能够简化我们所听到的教导 我分两个部分来进行吧 第一部分是关于没有信的人的心灵 第二部分呢 是关于上帝和上帝在他创造当中的奇妙工作 首先打开并且审视这类人的心灵 他们相信自然就是一切 一切都归自然 他们拒绝并且嘲笑上帝的想法 今天晚上关于这类人的教导显得非常的强烈 然而这里的教导说的不是一个少年 他热衷于告诉你自然就是一切 也不是关于一个已经远离宗教和思考灵性事物的人 他没有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就在政府的人口普查表上写下了 不 我不相信上帝 今天晚上的教导 是关于一个成熟的人 他们完全相信自然就是一切 他也好 是男的他也好 是女的他也好 不相信上帝 甚至嘲笑对上帝的信仰 顽固的坚持自然就是一切 自然提供的东西令人惊叹 自然是我们周围受造世界的唯一驱动力 这样的人对任何关于上帝的想法都是完全封闭的 这样的人在他们的心灵当中没有上帝的位置 这样的人不关心上帝 这样的人僵化而顽固的坚持感官导向的生命 这样的人积逢宗教信仰 对于一个给予告诉你自然就是一切的青少年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的思维仍然很不稳定 他们的思维还没有变得固化 像一块不可动摇的丸石 对于那些已经远离宗教和思考灵性事物的人 如果被问到 男的他也好女的他也好 会说我不是一个信徒 但是他们很可能仍然愿意被说服 有的时候人们远离对上帝的信仰 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上帝的概念 也许他们有一天坐在教堂里 听到有人说上帝只拯救基督徒 而不关心非基督徒 正如一些教会的教导所坚持的 说非基督徒都将下地狱 于是他们就走开了 因为他们不能够相信有这样的上帝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晚上 关于人的心灵的教导 他们自己相信自然就是一切 拒绝和嘲笑上帝的想法 这样的人与教会隔绝 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否认与教会有关的一切 就是第八页 他们可能不会公开这么说 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在他们私下想法当中 当他们在家里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告诉自己 上帝只是在讲台上宣扬的一个词汇 第十四页 而且至于圣经 他们认为是杂乱无章和胡思乱想的文字 这是在第十五页 既而这一类人不认为实界适用于他们自己 尽管他们可能在公众的面前 为了自己的名誉而遵守实界 这一类人是这样的 他们的内心联系着灵界的地狱之灵 这些灵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的时候 有完全相同的信仰 并把这些信仰带入了灵界 这样的人失去了与天堂以及天使的联系 而甚至他们的那些守护天使 也可能被迫退避而离开了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他们就会与地狱里的撒旦建立伙伴关系 并想撒旦之所想 第十三页 他们认为教会只不过是一群没有受过教育 容易受骗和懦弱的人 第十六页 要警惕 你和我永远没有办法确定这类人在永恒里的命运 无论他们的命运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 请记住主的教导我们的说 不要判断 以免你们被审判 而这意味着你和我永远没有办法确切的 说出另一个人的灵性状态是什么 我们常常而且是错误的做出了假设 但我们需要记住 主一直对所有的人做工作 即使是最顽固最强硬的无神论者 主一直在呼唤所有的人 将我们的思维提升到灵性的层面 我们有什么资格说 主永远不会对那些坚持自己是无神论者 坚定的不信者的人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呢 今天晚上教导的第二部分 是关于上帝奇妙的参与一切的创造 今天晚上我们已经被提醒 上帝创造的目的是来自人类的天使 天堂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有用的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 并且将天使天堂来源的人类置于优先的地位 第二页 简单的说 无论创造中存在什么 都是为了帮助上帝带领我们上天堂 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单独事物都是赐予我们的恩典 第三页 而上帝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妙的方式将一切编织在一起了 来总结一下吧 上帝是爱与智慧的化身 上帝一直在努力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除了上帝自己之外 还想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幸福 上帝自原初以来就知道 如果要实现这个目的 上帝需要创造这个物质世界 目前我们都生活在其中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上帝从没有想过要创造极其人 不 上帝想创造的是能够做出选择的人 至于他们是回应上帝还是拒绝上帝 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能享受到这样做 也就是做出这样的选择 所需的自由 因此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这个星球是由上帝创造的 而创造的每样东西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因此创造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 所以构成创造的所有各种元素都被疏离起来了 以帮助实现主为我们设定的这个目标 所有的这些都突出表明 上帝是人 他是爱 上帝是智慧 上帝创造世界是有目的的 上帝爱 并关心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 上帝为我们提供所有的需要 而我们是来自于上帝的人 这关联着我们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生命的程度 你和我被创造 是为了让我们真正成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正如使徒保罗所宣称的 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里面 这是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二十八节 讨论要点 一 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单独事物 都是赐予我们的恩典 第三页 二 上帝以这样的方式造就了我们 我们的内在自我世界 是在灵性世界 我们的外在自我世界 是在物质世界 第九页 主启迪引导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 也帮助我们看到上帝 在所有创造中的惊人的手艺 祝的平安和祝福 与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人 同在 叶牧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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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Guan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haw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Go ahead Pass it in OK Lyn Yes Can I get you to get your Bible out of lane Yeah I just wanted us to have if it's okay just three more passages from Scripture about God's creation and the first one is from Psalm 136 136 verses 1 to 9 Yeah Can you read that I'm English If you read that in Chinese That's fine It's just a lovely statement about God's creation and God the creator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a Psalm Is it? Psalm 136 136 And verses 1 to 9 Lyn Yeah 136 Yeah Why Kę crit k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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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本是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要称谢万主之神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用智慧 造成中天 珠天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铺张大地在水上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太阳管白智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和星星管黑夜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哇, thank you It's a beautiful passage I have another two, Lynn The next one is in Isaiah Prophecy of Isaiah And it's chapter 40 Lynn, chapter 40? Mm-hmm And it's chapter 40 Verses 12 and 13 And then jump across to 18 to 23 Chapter 40 Yeah, 40 Okay Okay 现在是以赛亚书第40章 先读这个12节到13节 然后读18节到23节 以赛亚书40章 谁曾用掌心凉过海水 用手掌测过苍天呢 谁曾用生斗量过大地的尘土 用称称山岭 用天平称刚岭呢 谁曾测渡依和华的岭 用做过他的谋事教导他呢 这是十二十三节 然后是十八到二十三节 你们把谁来跟神相比呢 你们用什么形象来与神并列呢 至于偶像 是匠人铸造的 铸匠用金子把他包裹 从银子为他来做银链 贫穷献不起这贡物的 就连选不朽坏的树木 为自己寻找巧匠 力气不会动摇的偶像 你们不曾知道吗 你们不曾听见吗 不是从起初就已经告诉过你们吗 自从大地的根基建立起来 你们还不曾明白吗 神坐在大地的员工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 炸猛吧 就是那个虫子那个猛 他铺张猪天 如铺 如铺张曼子 他就是说他铺张猪天 就是说他把那个 整个天号都创造了 如同铺张曼子 展开 正天 像展开可以居住的帐篷 那样容易 他是诸侯都归于无有 地上的审判官 成为虚空 Thank you, Ian Lin, while you still got that chapter could you just read verses 27 to 31 The end Verses 27 to 31 Yeah 那就是还是这一章 从那个27节到31节 雅各啊 你为什么这样说 以色列啊 你为什么埋怨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 你不知道吗 你没有听过吗 永在的神 耶和华 地级的创造主 既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知识 无法测度 疲乏的 他赐气力 无力的 他加力量 就是年轻人 也会 疲乏困倦 强壮的人 也会全然跌倒 但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 他必重新得利 他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 也不困倦 他们行走 也不疲乏 谢谢 谢谢 那些没问题 还有一个 最后一条 就是一条 一个 很大的 一条 这一条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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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 耶和华用自己的能力 创造了大地 用自己的智慧 树立了世界 又用自己的聪明 展开了诸天 它一发生 空中 珠水就腾伴 它使云雾 从 地极上腾 从地极上腾 从地极上腾 它造闪电和雷雨 又使风 从它的仓库里 吹出来 人人都是 幻想无知 所有的金将 都因偶像羞愧 因为他们铸造的像 都是虚假 没有气息 thank you aren't they great passages they are such almighty powerful god they are you know human is just so small yeah I just thought they were a lovely a lovely affirmation in scripture for the teaching that we've been talking that guang has been leading us through this wonderful sense of god the creator which comes through these passages thank you very much Li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Lin so much 刚才 Lin 就是讲 这些 圣言的 这些章节 其实也都是 充分 彰显了 我们今天 所学习的 和教导的 就是说 我们的主 和他所创造的 一切 都是那么的 伟大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 就是说 都是有益用的 Can I just Lin could you just go to the end of the notes that that Sean read the notes and reflections to the end to the end the end of my note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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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being sorry sorry in the notes in the notes okay just a moment yeah those discussion points yeah I said there feel very welcome to give the group your thoughts on either of the two following statements both taken from tonight's study first one is every single thing in this world is of benefit to us and secondly God created us in such a way that our inner self i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already and our outer self is in this physical world I put them there Guang and Lin and of course others who can understand my English I put them there because I found both of them quite challenging and provocative and I thought som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might like to comment just to give a very simple example but if I went out into my front or back garden at the moment I can guarantee that there would be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cane toads both at the back and at the front they are young they are but here we have a statement that every single thing in this world is a benefit to us so I have to stop and think well my word how can something that we are only too passionate about getting rid of in what way there can be a benefit to us I don't have a ready answer I obviously think a lot about it thanks that's enough to meet with that's a very good example because I really really dislike yes so do I yeah they're poisonings and I've seen I have seen that when they spray their poison they can the spray goes up in a semi-circle like that really oh yes and I've seen it happen it comes out from the back of their head often they can blind permanently blind a dog if the dog gets the poison in its eyes then it's likely almost certain indeed to go blind so we all want to get rid of cane but the question is it was well it's saying isn't it every single thing in this world has a benefit to us if not tonight then somebody in the group is going to be able to tell us what use of canto it is yeah that's right to know could be imbalance of something t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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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alk about the 要点 and there are two 要点 one is that we this world is our the of the has created any of the thing is to give our the of and are used to second is that God used this way to build us what is our inside of this of 这个自我世界呢是在灵性里面 然后这个外边的这个我们外在的呢是在物质世界里面 就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 刚才就印就是说他给他就是 就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每一个事物都是 赐予我们的恩典嘛都是有应用的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深有深有痛感 就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布里斯班啊在澳大利亚 这个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啊 经常看到一种啊我们中国人应该叫 癞蛤蟆吧cantus哎呀那长得那个难看 那个恶心然后就还有毒刚才印说的 他从他的那个脑后边能够喷出一个好像 还喷得很高能把那个狗的眼睛都能给 弄的那个盲就弄瞎了哈 然后这个这个印说我是深深有感受 就是特别特别的不喜欢看见了也也还怕 另外呢也确实特别讨厌那个东西 他反正就是在地里面也不干好事 然后印就说我们要想到这个东西呢 他会有毒造了他他就会有他的这个 这个异用哈也是毒素的恩典没有意思的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s it's a i just as you're talking and then i i think i'm correct that in their own country 那些食物是有些国家的人 他会吃一些这种的昆虫 或者不同的这种小动物 当然就是说各个国家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他就是这个印就是说他有益处 我记得就中国中药里有一位药 就是那种黑蚂蚁是吧 那蚂蚁看着也是蛮讨厌的 他可能就是要做成药来说 可能是就有某种的益处 谢谢 对 Just on that second point 下面 God created us in such a way that our inner self i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already and our outer self is in this physical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implications in that but basically it's saying that whatever is in our heart um attracts um evil spirits to us if we're think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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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ring bad things and so what happens is that by attracting the same kind of evil spirits they confirm they confirm us in in the uh behavior in the behavior that we're thinking about or or that we would like to do um so if i find fault here's an example if i find fault with a colleague at work and i begin to dislike them i don't need other people around me in the same office or wherever i'm working to make it my thoughts and feelings about that person my resentment it'll grow but it grows from within it grows because i attract to myself evil spirits who keep feeding they feed the uh the bad feelings we have or the bad feelings i have towards that person so it comes from within and it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as to our inner self we are already in the spiritual world that's an example thanks lynn thank you ian that's really a um yeah good um good uh example and also reminder to us how important that or or need to um um purify our heart and uh you know be close to god as absolutely as we can to resist the devil otherwise that would just come and um evil spirit just come to us thank you yes okay that's great okay like I'm coincamientos okay yeah right what you see in online Aunque fine it yeah it you yeah you you 就是存在 就是什么呢 能够触摸得到的这部分吧 身体就是在物质世界 他就是说 他说的呢 就是应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邪灵啊 它实实在在的 它都是时时刻刻的想 能得到我们 能够就是说 不管用欺骗的手法 或者其他手法 能够把我们骗到他那边去 这个 比如说 他举个例子 在办公室里有一个人 他就是这个人吧 可能有不少缺点 就是不喜欢他 然后呢 你这种心理的这种 对他的这个反感 就逐渐的会 传到别的人身上 同时呢 你也会吸引 邪灵呢 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呢 就是说 因为你对别人的这个反感 实际上是和 我们主的这个爱 是违背的吗 实际上你是 没有和主来接近 没有对主来 这个打开你的这个 而是用你自己 对别人的这种 判断呀 还有对别人的这种反感 来主导了你的这个 情感 所以呢 不仅你的这种情感 能够从你的里面 传到外面 传到别人身上 另外呢 就是也能够吸引 这个 邪灵呢 到你里面 这个我觉得 印说的这个挺形象的 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 小的事情上 我们都要注意到 自己是不是 真正的 就是很纯洁的来 就是 想我们来对 和神在一起吧 就那样 就是说 纯洁的去爱别人 如果要是不这样的时候 就是邪灵 他就很容易地 他就赞我们这个空子 谢谢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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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可以 就说 Squan Could you just go back a few lines a little bit further back up the pit no no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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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Yin no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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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That's it Highlights Another sentence Just one or two more A bit more That's it Yep All these highlights Highlights Yeah 第九夜 那些 discussion points come down a bit come down towards the end 第九夜 that's it God is human He is love He is wisdom He has a purpose in creating the world He loves and cares about everyone everywhere He rides for our every need now and we are human from Him and we are human from Him and to the extent that we invite Him into our lives now that'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because our physical body in itself doesn't make us human when we lived in Sydney we often used to take our children to the Taronga Park Zoo and I used to look at the gorillas there and they have a physical body very much like our own hands and arms and all the rest of it but that bodies do not make us human what makes us human is the extent to which we open ourselves to the love and wisdom of God if we push away the love and wisdom of God then we become less human less and less and less yeah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less and less human more and more animal that's right thanks exactly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okay exactly that oh yeah thank you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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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刚才 想强调的 就是 他 这个 啊 啊 想突出表明的 第二点 哈 就是说 我们呢 是来自于主 的人 啊 我们都是来自于主 啊 我们到 就是说 啊 和主的这个 紧密程度 到什么样的 这个程度呢 就是我们呢 都啊 会 非常 这个 想 就是说 请主 到我们里边来 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 就是和主 和一 啊 就是说 和主 和一 才是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有了生命 啊 印就说 他在悉尼的时候 经常带他的孩子 去悉尼的那个动物园吧 是那野生动物园 我觉得 那个 看到那个星星啊 星星的这个外 外体吧 其实对和这个人类呢 还真的是很相像的哈 但是呢 就是说 光有这个身体呢 并不是他们成为一个人 所以人的生命呢 是从主来的 而且呢 就是说 只有主在我们里边 我们才有真正的生命 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主呢 你就越来越不像人 或者是 我刚才插了一句 就开玩笑 是越来越像这个动物 谢谢 you 是否都能沒看到的。現在,我們現在要做大罪。 謝謝主。 謝謝。 讓我領導一禮,然後你們可以好休息。 我們會做個禮拜。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附成,我們感謝。我們讚美你。 在你的精靈的感動,引導,可特 Şu下我們這一批 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的音牧师 能够定期的走到一起 来探讨 学习 你的真理 这是何等的荣幸的事情 主啊今天晚上的 学习内容 让我们更深一步的看到了 主 你的创造 当我们沿着你的路 的时候 当我们追随你的爱 学着去爱你 爱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你 当我们不追随你 不相信你 背信你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不像人 而我们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 正是这种状态的一种 活生成的写照 主啊我们感谢 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在你的指引下 在你的 大能的力量下 我们愿意向你靠近 我们愿意做 你想让我们做的人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也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让叶牧师能给我们 这样深刻的 明白的 潜潜易懂的道理 指引我们去更深刻的理解 你的真理 你的爱 主啊感谢你 赞美你 祷告 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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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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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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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依应去休息去了,我们大家继续来讨论 刚才在依应走以前,我们的具体人数已经达到了17位 这个,依应是注意到这一点,特别强调 今天晚上,我们有学习以来,大概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他觉得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恩典 是一种引领,非常高兴 的确是,感谢主,感谢大家 大家,欢迎大家讲自己的感受 体会,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指出的 都欢迎大家讲一讲 那你们不讲我来讲啦 欢迎欢迎 谢谢,今天实际上 就是 page 19和20 是有挑战性的 就是那些哲学观点的东西 那么,我想我们这个 放到后面讨论 那么我就想 我今天一边在听应讲的时候 我自己脑子里就 把我这 前三个礼拜的 学习的这个东西 我自己把它串起来 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新的这个学习最主要的就是要 采明一个真理 就是三位一体 独一的真实 那么,要采明这个东西 就要从不同的角度 来找出证据来 来证明这个事情 所以 上次的上一周的学习呢 就是 其实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就是 Swedenborg 他在著作当中就讲了就是 万物,上帝创造的万物之间 都有惊人的相互联系 他创造的万物当中呢 都是有用途的 包括蛇呀 蚊子呀 蟑螂呀 蚕啊 然后 上帝这个 在这个 他的目的 是 要创造整一个宇宙 那么 神在创造了宇宙以后呢 实际上 他是通过圣治 来治理这个宇宙 那对我们人来说 我们看不见 我们不知道 那么今天呢 他又从 史维登borg 又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证明 这个 三位一体的神 真神 他就从 我们人 为什么要 上帝要创造人 创造了人以后 他是怎么来创造 用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采明 三位一体 这个独一的真神 所以他今天讲的就是 我们先不去纠缠这个 Page 19和20的这些 哲学观点了 那么实际上 总的来说 还是能够理解 就是说 今天讲的主要的东西 我想啊 就是 这个整一个宇宙 整一个世界 实际上 都是上帝的作品 那么 上帝将天堂 天使 这个 把这个来源 从什么地方来呢 他就创造了人 然后呢 从人里面选出 天使到天堂去 然后这是他最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呢 这个人类呢 就变成 出于一个 優先的地位了 所以他创造的东西 都是有益用的 那么 人当中又分 他在创造人的时候 又给了人 外在 和内在 那么 外在 当然就是我们整个世界上 就是我们对 处事的 内在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 心灵的东西 那么 在这个世界上 创造这个 这个东西 存在的 那么像这个 有这个目的的人呢 有的人 就会有两大类 一大类呢 就认为 这个世界都是 纯粹 纯粹是 自然界的产物 所以他们就会 不去看到 神的存在 不去体验 这个 上帝的这个 给他们的 这些爱 所以他们 都是觉得 反正都是自然界 这个 自然产生的 所以他慢慢的 慢慢的就脱去了 自己的人性 然后就 因为他 会这样的人呢 往往就是 否认了上帝 实际上就切断了 人与神的 关系 也切断了 出天堂的路 这些人呢 往往就是 慢慢的就 脱去的人性 而变成瘦 就像今天我在 嗯 听广斌的video 这是慢慢的就会变成邪恶 那么这些邪恶的人呢 实际上就 邪恶的部分的这些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好和坏的这一面 这邪恶的这一面呢 就使得人就没有平安 实际上就真的是都连贯起来的 那么他与神 这个爱 割绝了以后呢 撒旦就会趁机 就会进来 然后跟他建立伙伴 那么这样的人呢 就是当然了 因为他的邪灵和虚假所知 那么他们这个最后就是一定是会被邪灵所诱惑 诱惑到这个地狱去 然后他们就会认为 啊你们读圣经的人都是路弱的人 就今天那个史维登堡讲的非常的好 然后都是胡言胡思乱想都是自己编出来 他们就因为是这样他们是如果是他们这样想的话 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理所当然的就不相信神 然后今天还有很有很有意思 在这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史维登堡说的他在天上的时候 这个看到世上还活着的人 既然在天上的灵已经可以看到 但是非常惊讶的就说 这些在世上还活在世上的人 他们却自己意识不到有灵魂 所以这个圣字啊 这个上帝创造的东西太奇妙了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这个印总结说的一样 上帝是人 是爱 是智慧 那么上帝呢 就是像所有的人都是伸出援助的手 那么他在我们生活在我们内在心里面 所以他创造的我们 他是要让我们有一个自由选择的人 而不是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就不可能上天堂 因为他没有这个 所以说创造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非常非常有用 就刚才那个这个印讲的癞蛤蟆 癞蛤蟆它有毒素 可以把狗的眼睛弄下 但是这个地上没有癞蛤蟆的话 蚊子不得了 虫子不得了的生长 所以癞蛤蟆是不停的在吃虫子 所以创造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然后还有一点今天我学到第三点就是 他这个硬讲的这个要警惕啊 因为主对所有的人 包括无神论者都有爱的 不光是爱我们信基督的人 爱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要警惕不要去判断别人 判断这个人 你以后可以上天堂的 你以后会下地狱的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是我们人的weakness 我们很容易通过一些 属世的东西去判断人家 你这个是邪恶 你以后一定要去地狱的 或者是你不是基督的 那一定下地狱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判断 以免我们被审判 这就是我今天学到的 真的心里很感动 谢谢大家 好 太好了 謝謝 你每次的这个总结都很有深度 我稍微 我指出一点 就是那个赖喀蟆那个毒素啊 那个毒素是 实际上叫禅酥 那是非常贵 对它是有用的药 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用价值的 对 所以说 所以说上帝真是奇妙创造的 而且这个赖喀蟆 如果把所有的赖喀蟆都杀死的话 地上的虫灾不得了 嗯 对 它那个毒素是我们中药 散素是用来治疗心肿病的一种一种药 是很有意思的 你仔细想啊 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要每天真正的要思考 就是思考神的存在 思考每天神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也要爱人 就像广兵刚才打到的时候讲 我们如果是爱人 我们追随这个上帝 那我们就活了越来越像人 越像上帝 如果说我们对同事 都有不喜欢他 那么邪灵就钻空子了 我们就会恨很多人 就变成上帝不喜爱的人 但是说是容易 做起来也是蛮难的 所以我们要每天要警醒自己 谢谢 非常感谢 这个我说几句啊 今天这个印证这句话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特别抢道了 我拿红颜色把它标出来了 只有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才能享受到这样做 做出这样的选择所需的自由 我们在学这个圣志这本书的时候 从开始到结尾 就圣志的这些基本法则里面 其中一个最最核心的 最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有自由 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或者是我们有自由意志 坦白讲我从接触到圣这个这个 这个史维东宝的书以后 我发现有些概念很难理解 包括这个自由选择 包括我们所谓的意志 我们的认知 怎么样理解 包括上帝的爱和智慧 包括所谓的真理 和谬误 到底是啥叫真理 啥叫谬误 到底是说等等等等 这些概念 随着我们的学习啊 我觉得好像我慢慢慢慢 有一点点这个思想 对某些概念的 比如是爱的问题 原来是在天上悬着呢 虚无缥缈 什么是爱 真是觉得好像虚无缥缈 根本就是摸不着 看不见什么东西 没有一点具体的概念 这个自由意志也是这样 我一直好像 对这个重要性 或者说这个自由意志 它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今天这个印的这个评论的这一句话 请注意我特别想特别想强调 只有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才能享受到 选择的自由 这个这是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 也刚好就印的这句话呢 又特别给我提醒了一下 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 我们才能选择要相信上帝 还是不相信上帝 我们死了以后就没有了 请注意 我强调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 如果有错误的大家希望大家商讨指出 我现在的理解是 我们这个自由只有在我们死以前 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是我们才有自由 我们到了灵性世界 我们就没有这个自由了 你可能大家听了以后觉得你胡说八道 我们到了灵性世界不是说 这个上天堂的人还有一个 在中间灵界的时候有一个天堂学前班吗 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还要学一些 这个新的东西 知识上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这个理解 还会把它放弃掉 不是我们还能提高吗 我们即使到了天堂 我们不是仍然在崇拜 仍然在学习 不断的提高灵性吗 是 但是我的理解是 我们的生命是两大特点 两个方面 一个是意志 一个是认知 我们的意志 或者说我们的自由意志 我们的选择的自由 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有 当你死了以后就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一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形成了我们的主导爱 我们死了以后 这个主导爱是固定的了 当然在中间灵界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你是一个良善者 你的主导爱是一 是良善的 那么到了中间灵界以后 你的意志中的那些好的东西 只能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你的那些错误的东西 那些不足的东西呢 比面慢慢的压抑或者意志 把它边缘化了 已经越来越不占主导地位了 只能是越来越好 如果你的主导爱里面 主要的都是那些邪恶的东西 到了中间灵界以后 那些邪恶的东西只能强化 那些好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不起作用 越来越差 越来越边缘化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我们的选择的自由就在这个世界上有 过了这过了这一生就没有选择的自由了 我们到了中间灵界以后 以及如果让我们能上天堂的话 我们到了那个世界 我们能够提升的是我们的认知 但是对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 对于良善的理解 对于爱的理解等等等等 这些认知会提升 但是你的意志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志的人 你的主导爱是什么样的就变不了了 这个问题好像我想想 我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是我的这个想法 如果我理解是正确的话 为什么只有在这个世界上 才有这个自由意志 才能让你自由选择 因为我想如果你是到了天堂 如果到了天堂的天使 仍然有自由意志 可以自由选择的话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邪恶 实际上是不可能根除的 即使到了天堂 成为第三层天堂的天使 你的那个人性里面的 那些不好的方面 只是被边缘化了 只是被出一种极度的受控制 受压抑的状态 而不是说彻底没有了 不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在天堂的天使 仍然有自由意志 仍然有自由选择的话 他有朝一日 他这些邪恶的东西 还会回来 那就麻烦了 主要创造了这个宇宙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 从人类而出的天使 天堂 这个天堂要是非常美妙的 如果天堂的天使 仍然有自由意志 仍然能够自己自己选择 那么他的那些 曾经受到压抑的 被边缘化了的那些 那些缺点缺陷 甚至说是邪恶的东西 他有一天 他再回来 成为主道地位的话 那个天堂就不是天堂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我想 这个自由意志 只有今生有 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那么 如果我的理解是不错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一生那就太太珍贵了 因为你只有这一次有机会 只有这一次机会 你选择到底咋选择 你到底是选择 选择是要走良善做好人的 做良善者的 还是要去胡作非为 这个随行所欲 胡说八道 胡思乱想等等 这个 只有这一生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自由 一旦此生过去后 当然不像佛教讲的 佛教说讲的一些轮回 反复轮回 这一生不行 下一生再来 实际上是没有的 那个所有的那些 即使那些佛教讲的那些 所谓的某个人好像 他能够回忆起他前生的那些经历 我们现在理解 那都是邪灵 在他身边的邪灵 给他的一些 给他的一些暗示 一些提示 让他误以为 这是他前生 或者是某一世的那种 那种经历 实际上不是他的 实际上不是他的 我现在是这样理解 所以说就不是没有这样的轮回 当然按照圣经的基本的概念 好像轮回也不是 绝对没有 比如说曾经讲的 以利亚再来 以利亚再来 那要能再来的话 那什么意思呢 你应该好像是轮回的 但是那是极个别的情况下 只有富有上帝特殊的使命的人 可能他有再一次被差遣到世上来的可能 那绝大部分人 我们这些绝大部分这些人 没有轮回的 所以今生的自由意志 自由选择 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让我们有机会能认识到 这个珍贵 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要珍惜 谢谢 谢谢广斌 这个讲得非常好 当然这个上了天堂 以后的这个认知的改变 我们谁也不知道 会怎么样的就是改变 但是 应我通过这一段时间 跟着应和思维登堡的学习 我觉得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 给了我们自由选择 他就是给我们人有这个自由选择 其他植物动物都没有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意志啊 就是你说的这个自己的选择 就是我们 这是如果说 从他们有人比喻过的 如果你把地球 转一个圈 这么长的一个线条 我们人生 在这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宇宙 这么一个长的一个线条里面 我们生存的只有一个小点 我们就这么一次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 是这个自由选择 从什么地方体现出来呢 就是我们每天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 每天你只有一天 只有24小时 就这一次机会 就今天 今天过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一直一直脑子里 就对这个硬讲的这个 每天晚上都要反思 你这个你这个今天做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说话说错了 或者什么事情做做错了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可以进步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不会失去 就这么一小点的人生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 发表自己的看法 感受 你要不要抽一点点时间 帮我们理解一下 Page 19和20 如果大家不讲的话 这个还是蛮挑战性的 19 19 Page 20 非常哲理化 就是今天的 就是这两页 其他其实还是蛮好懂的 这个我是这样理解啊 我这个可能会有会会会会有不不正确的地方 大家都仅供仅供参考 人不能说他的基本真实来自他自己 就是他的他的基本实在啊 这个真实我把它翻也可能翻是实在更好 啊就是他的他的基本的这些 他这个存在是他自己有他从他自己出来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都在时间上是非常有限的 对不对 就这么几十年 如果你说你来自于他自己的话 来自你自己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 你肯定有时间有先后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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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就 显然就不是这个 我们这个无限基本的真实 是永候就存在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并不会来自于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来自一个 在永恒里面就存在的无限的 基本真实真实实在 就是那个上帝啊 否则如果我们承认啊 如果我们说 或者是如果我们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生命存在 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话 那么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是一个神了 你说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自己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我们自己 那么这个生命来自于我们自己说 实际上这句话里面隐含着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是神 或者说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个 那个存在是神 而那个神呢好像他又是在时间里面 在时间里面被时间所限制的 他有先后 那么就和那个永恒里面唯一的真神 就不是一个神是两个神了 这就起码是可能是有两个神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显然 这就是大谬 大物 大大的谬物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个神 创造你这个生命的神 是另外一个神 不是我们那个宇宙的创造主 是那个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神 不是那个了 就是你的这个想法 你如果认为你的生命是来自于自己的话 那么你这个里面就必然会引伸出来 从罗地上来讲 是有另外一个创造者 而这个创造者呢 又是在时间里面受限的 那么和这个在时间中 在空间中没有无限的那个神 不是一位神 你想想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上帝 并非不生不灭和无限 那这样的话 那就说明 最起码就是 从逻辑上 就可以推倒出来 最起码有两个神 有一个永恒的无限的神 有一个是在时间里面 被时间 被空间所束缚住的神 那那那显然是就 逻辑上讲不通 神学上更是荒谬的 我是这样理解 谢谢 谢谢广并 把那么深奥的东西 这么简单的讲出来 谢谢 是不是实际上 蛮难理解 是 是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说 永恒啊 是创造了 就是无限 创造了有限 有限不能创造无限 那当然 就是 物质世界 那就是这个道理 物质世界是来自于灵性世界 物质世界是整个这个 这个宇宙 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 合在一起的这个宇宙的终端 这个 只能是从灵性世界到物质世界来 绝对不可能翻过来 从物质世界到灵性世界去 这个 就是所有的有限 都是被无限 被这个一个无限来创造 对对对 对 你不可能这有限的东西 就不可能创造无限 全是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 最最最浅显的道理 嗯 因为我们人的这个理解是非常有限的嘛 就是我们整齐在这个时空的概念里面 我们要想到这个灵界和这个主 就是一定要跳跃这个时空的概念是很难的 对是 我们要不得到这些知识 我们永远也凭我们自己去想啊 我们那个脑袋想破了也想不到这些东西 想不到这一点对啊 真是想不到这一点 是这样以前没有学圣志之前 根本就没有想到 实际上人是不可能知道上帝下一步做什么 上帝如何用这个圣志 人是要是看到的话 那就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 真是奇妙啊 这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回答了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也和我们每天都有关的问题 就是每天我们都在祷告 哎呀上帝啊 你今天帮我把这个事办了吧 哎呀上帝啊 明天你帮我把那个事办了吧 我现在需要一个好工作 你帮我找个好工作 这是要让上帝改变他的圣志的最基本原则的 他的神设立的这些基本法则的 他不可能为你这一个人来改变法则 他会赐予你赐予你这个按照他的方法 按照他的这个规律来赐予你祝福 哎 幸福 但是绝对不是说按照你的想法 我今天想要什么事情 你上帝就能满足你答应你 不可能的 那是他 那你就是你要胁迫的要求他改变他的神性 或者改变他的 他所创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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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志的这种法则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了解了以后 我们才知道 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东西这样说是没有用处的 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神他自己 就是我们不不不明白这个神 我们心目中的神是他的真正的形象是什么 只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神 过去我也是借用别人的话不说过吗 我们想象那个神就是既有能力又听话 就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去做 这个就你崇拜的这个神不是我们真的 对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吗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来的人很多 可见可见这个这个真正宝贵的东西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追求 愿意去探索 因为他对大家的非常非常珍贵的 谁谁谁要讲吗 有没有哪一位要讲点什么 忘了是哪一页了 就讲的就是说 如果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话 不认识否认上帝的存在的话 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灵 灵就是被关闭的是吧 对 大家都是知道的 就是 不认识神不承认神的存在的人 是大有人在的 就是 有一种人呢 他说 我知道 就是这有一种 人他就说 我知道有一种这个超级能力存在 就super power存在 但是是不是你的这个上帝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 像这种的 他朦朦朦朦朦 他意识到有一种 就是很大的 就是能量 超乎于自然的能量存在 但是他又没有确切的认识 这就是耶稣 像这种人 他们的这个灵性 是不是也是被关闭的 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 他实际上 第一呢 是一种 我这种描述不一定对 是一种傲慢的心态 首先他不愿意很谦卑的去追求 去探索 这个生命的真谛 而就觉得好像我 我比上帝还大 我创造了个上帝 我创造了个概念 我不接受你世界上的人 目前所信仰的 所追随的所有的这些信念 我都不相信 我自己创造了个信念 创造了个概念 我知道那有个super power 那个power是 这个概念是我自己创造的 虽然 虽然他说那个super power 不是他自己创造 但是这个概念 在他心里面 他觉得我比别人聪明 我比世界上这个几千年来 这些都信神的人 我比他们都聪明 我知道有一个super power 肯定不是你们那个神 这一点本身就很 就很不正确 或者说反正很不好 在这种状态下 第二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 他不愿意去探索 思考 去追求 看看自己的生命 除了这个物质的生命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他所创造那个概念 那个super power 实际上是一个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存在 他把人类在几千年中 在追随 在探究 上帝的过程中所创造的 所发明 不是创造的 就是所感悟到的那些 非常珍贵的真理 那些知识 统统视而不见 而自己觉得自己 非常伟大 非常智慧 而这种智慧呢 又把他自己 出于一种境地 他因为完全无视人类的 所有的这些 已有的智慧 而自己呢 又不可能 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这种兴趣 去探索 实际上就等于 把自己的灵性给关闭了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这样的人的灵性 就彻底就关闭了 也许他们还 在某种角度上 或者是到了某个阶段 也能打开 最起码这种态度 或者这种 这种思维方法 等于是在自己 给自己加了一层加锁 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 谢谢广斌 但是我觉得 我有点跟你的看法 不太一样 好啊 我觉得那些人 如果冥冥之中 他觉得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super power的话 这些人反而更有救 就是我们现在 不能给他们下定义 就是说因为他们 觉得有个super power 他就不承认神 或者他就是一定是会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有这种冥冥当中 你觉得有super power的话 比一点都不承认神 自傲自大那种人 可能还是不一样 就说你就像你后面讲的 you never know 我们是不知道这些人 就是哪怕你跟你很熟的人 然后经常跟你谈论神的人 甚至是牧师 you never know 他最后他是 他的心里 自内成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 因为就是因为 他有super power这种想法 而去判断他们 we don't know 对 你想得很好 完全接受 就是说 最起码他们 能够承认有个super power 比完全不承认 完全觉得世界就是物质的 除了物质一无所有 比对这种想法要强一些 我说几句 就是刚才说大家 广斌提到爱的问题 还有这个super power 我之前有一种 一个思路 就是说 说爱是怎么解释 就是说 我可以说爱是一种 共鸣的能力 就是说 儒家有一种说法 就是彻隐之心 人皆有之 所谓彻隐之心 就是说 能够对他人的这种感受 能够感同身受 就是说 我们能去 将心比心的去体验 其他人的这种心理感受 我觉得这种能力 就应该是说 爱的一个最 最标志性的一种 这种能力 所以说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像很重要的 也是一种共鸣 就像说 上次这个 伊恩莫斯给我们 一个challenge 说我们不要再去说 这个大自然都那么神奇 应该去用 在这样的 在这个 如果说我们发现 什么东西很神奇 我们应该去 感谢造物主 其实这也是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你去 跟随共鸣 这很重要 如果说 这个自然 所谓这个自然 是人类发明的一种 名像 它最开始的 这个基本意义 只是说我们 生存的这种 非人造的这种环境 最开始 但是现在可能 这个自然的 这个原来的这个 已经让我给 这个一个新的词 叫纯天然 这才是自然的 其他就是说 我们现在身边 这些环境 其实已经被人 大量的改造过之后 但我们仍然认为 它是自然 我们去一段树林里 我们觉得是自然 实际上 那个树林可能 是能种进去 但是 就是这些概念 在流变 然后说 这个 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看到过一个 帕斯卡 有一句 这个格言 他有一本书 就很多这种 类似的格言 他说 那个 当然他说 那个自然 这里自然的 他说自然的话 是自然的 隐身含义 就是说 他说 他是怎么说 他说这个自然的 这个定义 完全取决于 阿尔卑斯山 这一侧的人们 怎么想 他好像是法国人 他说的意思 就是说 是法国人怎么想 说在山的 另外一侧的话 人们怎么用 自然这个词 是另外一回事 尤其是你印度人 怎么中国人 他们怎么 使用自然这个概念 那就是他们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个很多名相的东西 实际上 每个人的理解 它是有千差万别的 所以现在刚才 广民说 这个超能力的 这就是说 每个人 他的就是说 对 很可能就是几个人 就像技通鸭奖一样 他们可能说的 实际上是同一个事情 但他们用的这个词位 或者用的这个语法 可能都是不一样 但我 我可能说了 所以乱七八糟了 但我 我想一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说 人和人之间 如何共鸣 如何能够 能够去 去体会 其他人的这个 情感也好 是感受也好 或者说 思考的这个逻辑也好 思考的脉络也好 或者 这些是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谢谢David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这个提法 你这个想法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说呢 每个人 他这个思维方式 和表达的方式 都不一样 比如说 这个所谓的自然 有的人 虽然口上讲的是自然 我是理解 在努力理解 你的这个思路 有的人虽然 嘴上讲的是自然 但实际上呢 他已经把某种 这个非自然的 或者是 非物质的这种成分 加入到他的 这个思维里面了 对的 纯粹的那种 讲的就是物质的自然 对 所以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思维方法 不同的表达方法 我们 自然就是物质的 纯物质的 这个未必就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 我们 我们就要小心了 不能轻易的否定 人家别人的想法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 是这个意思 谢谢 再一个就 再一个我想就是说 这个 Ean Moss 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 就是说 他 就是说 让我们去 去感谢这种 自然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中国有个 有个叫这个 说道法自然 我后来就在 在琢磨这句话 就是说 我想 有个 有个著名的 李约瑟斯问 他说这个 中国人这么聪明 为什么就没有 发展出科学了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 道法自然 这种提法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 所谓的道法自然 我觉得 这怎么说呢 就是 非常不理性 所谓什么 什么叫道法自然 是跟自然去学习 那就是说 比如说 那你饿了的话 你去跟谁学呢 是跟一只小鸡学呢 还是跟一只狗学呢 还是说跟一棵树去学呢 那跟一棵树学 是最好的 在河西北方 就可以找了 所以说 这一个 中国人 古代的人 可能更喜欢 这种赞卜 我有一个 有个朋友 就是他 他说他家乡 决定事情的时候 就 就是有些什么事情 真是决定不了了 他去扔鞋 就扔一只鞋 然后看那个鞋家 朝哪个方向 就是说 这种 不是用 运用理性 不是用思考 用逻辑 就是说这种 去依靠一些 什么 就是说 摸不清 说不清 盲饼的这种力量 让这些力量 随即去左右 我们的这个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中国人 可能有很多人 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网宾那些 有没有可能 让那些新来的朋友 自我介绍一下呢 好啊 那位朋友 你 像 谁啊 这个 赵一鸣地球 你这第一次来 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如果你愿意说的话 你把你的麦克风打开 那个麦克风 封着 不要勉强啊 如果 如果觉得 现在还不想说 你就说 对不起 我不说 就都行 没问题 随意 随意 因为今天很高兴 你有那么多 大家有共鸣的人 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上帝 给我们一个 真的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 大概介绍一下 也是很 我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家认识一下 天南海北 没关系 随意就好 我说一下吧 我这边很吵 我女儿在弹琴 我马上就关了 因为今天是 本来是没参加了 就准备 过完今天是16要上班了 可能下次就没机会了 因为时间不好碰 我就简单介绍这点 现在我这边很吵 孩子在弹琴 这就是时间碰不上 就糟糕 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在中国啊 对对对 我们大陆 福建的 福建的 那我们就知道 只要介绍一下 在福建 我上次 第二次学习 我有听到过你的声音 但是我不知道 您叫什么名字 我冰有熊 冰有熊 因为 我不方便 孩子在 在弹琴的话 然后你这个 没关系 我们听得很清楚 谢谢你 谢谢 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我们爸 我妈妈就是 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话 你这是第二次 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 我 已经有来三次 是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里的时间 和你那时间很难对得上 比方说我 要上班 要工作的话 五点刚好下班 那你五点是不是刚好开始 我们都在路上了 没关系 我们感谢广斌 因为他有 他有录音 我有时候也很忙 如果 有时候没参加 我就听一下 录音也其实挺有帮助的 谢谢 如果能参加 尽量参加 比较好 因为现场有个气氛 然后你可以表达自己 想说的 然后听的也会比较清楚 这个比较好 有一个氛围吧 听录音 毕竟是听录音 就很可惜 广斌老师的网站 我前面还想 很想讲 就是以前我收了广斌老师的网站 后来都进不去 他那个网站 一定要百度收 才能进得去 所以说 他那个网站 做的就是 那个 刘老师就觉得很累了 那个 对 这个微信 把所有和基督教信仰有关的 不光是我的 所有和基督教信仰有关 同种封了 不准进 而且他给我 他给我这个网站 加了个 加了个 淫秽的这么个 这个形容词 这个简直太有点荒唐了 所以 所以刘老师 你这很不方便 你要想办法 就是说 能够 就是说 我储存完 我点一下 我就能进去了 所以我要看你这个 我就 哎呀 后来我算了算 我也不看了 真麻烦 就是去看其他的 也有相似的网站 所以你这里看 你能不能改进一下 我没办法 不是他疯了 你从微信上 就绝对不要 不可能进 微信 通讯都不能进 所以 你这个 就是很糟糕 你的内容 就是很扎实的 可惜吧 反正也就是 一切都是 交给主吧 能在座 听在看了 好的 谢谢 那个什么 那你那个 把那个 你直接用浏览器开 对对对 包配到浏览器上 对 推介到浏览器上看 就没问题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说 就是说你 这种情况的话 你新的朋友 就会少了很多 有人想来看的话 就不多了 因为 现在的信息量很大 现在的信息量很大 我储存一下 我下次就不去收了 那对有这种坚持的人 是比较好 我可能还会比较好一点 反正你有空来 我都会上一下 那现在很多人 就被收传起来 收传起来 哎 点一下 你进过去 他就 就没有了 就就就过了 这个 可惜我没办法 做任何事情 他把这个网址 彻底就封了 你就完全 没有任何事情 网边啊 我有个建议 你问一下 这个大头 问一下伟刚和 苏明仙 他们做的节目 就可以放在 专门是中国人的网站上的 你问他们一下 谁挤的都可以进啊 一下就进去 是吧 你问他们一下 因为他们那个和信仰没关 和信仰没关 和信仰有关的现在 他有一个中国网 就是你 你试试他们的 你问问他们看 那个小一啊 那个他现在网上 那个 微信封 但是他们用的这个网 好像是 他们就是 做的时候 就专门直接就放到中国网上去 你可以问一下 问一下没关系 我跟你说 从国内的朋友 给我反过来的信息是 在国内的网上啊 你找那些骂人的话都能找到 就是找上帝找不到 是 那个什么 那个啊 我听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们另外的一个群 就是在微信里边 说了一句 阿们把那个群都给封了 现在我就想起 当时保询牧师也就是提这个事情 咱们现在在微信群里边 万一哪天要封了以后 咱们有没有一个 第二个选择 这个 我问我们国内的朋友 是不是有这个 第一是 是不是有这个 可能性 就是一下给咱封了 就是咱们每个某个敏感词用到了 不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要是封了的话 我们能不能自动转到 另外一个平台上 把这个事情做好准备 说得好 这个 我 那现在 我们要 另外的 那就是国外的一些网 比如说那个 WhatsApp 或者Line 这个都可以考虑 国内的人可以用 你要用这个话 你在国内的话 你得翻墙 你用VPN 国内都用出了 这个来讲 翻墙方面不方便 这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目前 包括保询也建议 但是我目前仍然坚持 用微信 就是因为 因为 因为必须 对 这个谁啊 这个艾米建立 那我现在不录了 把这个录音停下来 录像停下来